东航坠机救援工作继续进行 发现乘务员证件等个人物品 但降与加大了黑匣子的搜寻难度 刘鹤王勇在吴州指导东航坠机现场救援 强调要争分夺秒做好人员搜救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 中国民航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东航坠机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事故原因暂时难以判断 台湾台东县海域23号凌晨发生6.6级地震 全台湾及福建都有震感 暂时未有上网报告 王毅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开幕式 并发表致辞 呼吁共同抵制文明歧视 共同反对文明冲突 俄乌双方在多地持续交火 赫尔松面临人道主义灾难 另外泽连斯基警告 俄乌冲突或导致世界大气荒 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3月23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东航MU5735客机日前在广西吴州上空坠毁 救援工作继续进行 搜救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搜救失联人员 现场22号再发现更多怀疑是乘客及乘务人员的个人物品 但暂时没有发现幸存人员 而坠机区域是遭到了严重破坏 飞机残骸抛洒面积大 导致搜寻艰难 此外降雨也是加大了黑匣子的搜寻难度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 率有关部门负责干部抵达吴州 指导事故现场救援 善后处置以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搜救人员22号晚继续彻夜搜救 在核心救援现场发现了一张乘务人员证件 除此之外地上还散落着充电宝钱包等物品 坠机区域破坏严重 果园梯田被冲击成平地水坑 大腿粗的竹子撕裂倒幅 一些树干完全断裂 另外飞机残骸的抛洒面积非常大 山的另一边甚至也发现飞机残骸 搜寻工作非常艰难 搜救人员登上陡峭的山坡 利用手上的铁锹 砍刀 金属探测器等工具 在努力搜索生命迹象的同时 寻找黑匣子的下落 但现场降雨也给黑匣子的搜寻工作带来困难 如果未来继续出现强降雨 会使得核心区变得更加泥泞 加上70度左右的滑坡 飞机残骸会被覆盖 加大了搜寻难度 在寻找过程中 救援人员一旦发现橙色的 疑似黑匣子的物体要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 并请专家组来到现场鉴定后才能移动 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黑匣子里的数据 以尽可能还原事故真相 目前在坠机核心区山澳的三面身体上 有包括消防 武警 民兵在内的600人左右的搜救力量 正在进行连夜的搜索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公布 失事航班是在21号13点16分 从昆明起飞 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 进入广州管制区后 于14点20分高度急剧下降 继而于14点23分 雷达信号消失 后经核实 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吴州市腾县境内坠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和国务委员王勇 率有关部门负责干部 22号抵达广西吴州 指导321东航飞机事故现场救援 善后处置以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刘鹤 王勇 22号上午来到事故现场 仔细了解救援工作进展 并看望慰问搜救人员 之后召开专题会议 详细听取有关方面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按照统一指挥 分工负责 深入细致 科学有序总体要求 全面做好现场救援 善后处置 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 会议强调 要争分夺秒做好人员搜救工作 不留死角 不流忙区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要深入细致做好家属安抚 组织人员一对一进行心理抚慰和情绪疏导 积极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要组织专家全面进行查看取证 对相关技术资料等逐一分析认定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要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原则 持续发布信息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要在民航及各重点行业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 及时排查风险隐患 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 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 坚决防范遏制重大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事故现场处置指挥部及成员单位 要加强组织领导 紧密协同配合 细化分解任务 压紧压实责任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有力有序推进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21号晚 刘鹤 王勇 在前往吴州的飞机上 与有关部门负责干部商讨情况 对现场救援等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凤凰卫视组合报道 在东航坠机事故的搜救现场 电力照明的问题 在22号已经初步得到解决 核心救援区周边 在得到机械清理之后 方便了更多救援力量进入 来自广西民间救援力量的30多名成员 22号晚准备出发到核心救援区 他们将使用无人机照明设备 配合现场上千名消防武警人员展开收救工作 利用以搭建好的高台照明设备 配合无人机以及随身佩戴的手电筒和头戴式强光电筒 能够保障收救人员在挖掘过程中的照明需要 目前现场救援的力量被要求进行分片地毯式搜索 为了方便更多救援力量进入 加快搜索进展 核心区周边已经得到及时整理 凤凰卫视陈文旭同湖宇丹 广西无洲报道 东航MU5735客机日前在广西无洲上空坠毁 中国国家应急组织指挥部 22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最新进展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 目前搜救工作尚未发现机上幸存人员 截至目前 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封闭管控 机上共有旅客123名 无外居旅客 机组人员9名 其中飞行员3名 乘务员5名 安全员1名 中国民航局航安办主任朱涛在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应急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但由于本次事故飞机损毁严重 调查难度很大 以目前掌握的信息还无法对事故原因做出清晰判断 下一步调查组将全力以赴搜集各方证据 重点搜寻飞行记录器并分析事故原因 一旦调查工作取得近战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广西方面则已经派出消防救援 武警 公安 民兵等1400多名救援人员 并联合云南和广东调派的670多人 在现场积极开展救援 同时 吴州市已确定一家定点医院 组建各专科队伍200多人做好应急救治准备 另外 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透露 在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内 已经与所有旅客家属取得联系 并设立家属援助点提供援助服务 按照民航惯例 我们在始发地昆明 目的地广州 始发地吴州都设立了家属援助点 我们选派了160多位援助专家 开展一户一侧一专班的援助服务 孙世英还表示 由于近期疫情严峻 东航近一家属留在居住地 工作人员将主动保持密切联系 沟通善后事宜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东航客机21号坠毁之后 民航局22号晚间下发通知 要求在前期行业安全督导工作的基础之上 立即开展为期两周的行业安全大检查 以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 确保航空运行以及人民性命的绝对安全 根据民航局官网消息称 民航局此次安全大检查工作 将以各单位自查和局方督查相结合 全覆盖无死角与突出重点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民航局要求 行业各企业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率先开展全面自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 要深入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 民航局将继续做好重点安全督导和抽查工作 确保安全大检查取得失效 此次检查范围包括各地区空管局 运输航空公司 服务保障公司 机场公司等 检查工作重点将围绕规章标准执行 安全管理链条 安全保障能力 及安全责任落实等开展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22号出席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开幕式 并发表致辞 王毅表示 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加强交流合作的真诚愿望 也必将推动双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王毅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古老文明 双方交往延绵千年 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民意基础 王毅强调 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平等是彼此互动的基础 共赢是相互合作的目标 王毅同时还表示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已经找到了一条互尊互信 互学互建与合作共赢的道路 我们始终坚持团结互助 致力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 疫情爆发后 伊斯兰国家第一时间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 中国也及时向50个伊斯兰国家提供了 13亿剂疫苗以及大量的抗疫物资 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双方走向发展繁荣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迄今已经同54个伊斯兰国家 签署了合作文件 开展了将近600个大型的合作项目 资金投资的总额达到了4000亿美元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始终坚持互决互建 守护世界的多样文明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历史上都对人类文明 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而近代以来 我们也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现在我们正携手迈上发展复兴之路 我们要大力倡导文明平等对话 交流互建 从彼此的悠久文明中汲取智慧 共同抵制文明歧视 共同反对文明冲突 王毅还进一步强调 本届伊核组织外长会聚焦 结伴实现团结公正发展主题 反映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心声 中方愿同伊斯兰世界一道 倡导多边主义 捍卫联合国宪章 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携手迁徙 22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宝 举行的第48届伊核组织外长会 为期两天 共有60多个国家的外长和代表出席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要做团结协作的伙伴 发展振兴的伙伴 安全稳定的伙伴和文明互建的伙伴 凤凰卫视纪者张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应邀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 在伊斯兰宝会见埃及外长舒凯里 双方就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合作交换意见 王毅说 中埃有着深厚友谊和牢固互信 中方始终将中埃关系 置于中东和对非外交优先方向 愿同埃方一道 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努力 舒凯里欢迎中方出席伊核组织外长会 表示中方的参与至关重要 充分体现了中方重视伊斯兰国家 愿加强同伊斯兰世界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积极姿态 王毅说 面对当前动荡不定的国际局势 中方愿同伊斯兰国家加强协调 深化合作 维护拓展共同利益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时 采访时指出 中国与乌克兰俄罗斯都有着良好的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的相互信任 不应该看作是乌克兰危机当中的一个累赘 而应该是一种资源 秦刚在采访中指出 中俄之间是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互为最大邻国 各个领域交往十分密切 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应被视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累赘 一个麻烦 而应被当作一种资源 一种机遇 我们看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双方在今年2月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表示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 没有禁区 那么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 中方愿意多大程度兑现这样的联合声明呢 中国之间合作没有禁区 但是也是有底线的 这个底线就是联合国宪章 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这也是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 处理双边关系时 我们所遵循的行动指南 我们看到有媒体说 今天的乌克兰将是明天的台湾 不知道这句话您是怎么解读的 台湾问题跟乌克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乌克兰危机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不能够相提并论 在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有些人一直在讲 要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 在这个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美国的这些人 他们是闭口不谈 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 秦刚还说 俄乌冲突对世界任何一方没有好处 目前中国最重要任务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需要集中精力 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凤凰卫视 傅小田 杨若涵 美国华盛顿报道 再来请关注俄乌局势 俄乌军事冲突持续 乌军则是声称收复基辅市郊的一个战略重地 总统泽林斯基警告 乌克兰作为主要粮食出口地 战事将会给世界带来饥荒 他将于24号线上参加北约峰会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外长也跟金砖成员国大使举行会晤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评估 应否让俄罗斯留在20国集团内 乌克兰国防部声称 乌克兰军方于22号早上 在与俄军进行激烈交火之后 将俄军赶出基辅市郊的马卡里夫 重新控制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 有利于阻止俄军包围基辅 在已遭俄军控制的南部城市赫尔松 22号再有民众示威 遭释放催泪瓦斯驱散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 当地面临人道主义灾难 30万人的食品和医疗物资即将耗尽 而被困多天的港口城市马里乌布尔 移出工厂区遭到猛烈空袭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表示 至少有10万人想逃离当地 但缺乏安全走廊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22号当天打击了乌军83个军事设施 并利用高精准度武器 摧毁了乌军的燃料库 导弹库 以及多个指挥所和反空导弹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 乌克兰是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随着俄乌局势愈演愈烈 如果港口被占领或封闭 世界饥荒很有可能到来 他当天又以事项形式 在意大利国会发表讲话 希望一方提供更多援助 他在讲话中透露 跟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吉各通了电话 称方吉各也支持乌克兰捍卫国土 俄罗斯也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同金砖成员国驻穆斯科大使举行会晤 详细分析乌克兰危机的原因 并承诺保障包括外国公民在内的平民安全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及其盟友正评估 俄罗斯应否留在20国集团内 但预料将俄罗斯排挤在外的意图 将遭到其他国家反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关于俄罗斯局势的更多消息 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报道 报道提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还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之间的谈判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就表示 两位领袖是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但是马克龙表示 仍然有必要继续努力 除了俄乌双方立即停火 举行和谈之外 别无选择 此外呢 马克龙还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过电话 与此同时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希望与乌克兰的谈判 能够有更多实质内容 他说乌方非常清楚俄方立场 莫斯科多天之前 已经将书面要求交给乌方 俄方希望尽快获得 更有实质意义的回复 他说 俄乌谈判比俄方预期的更慢 更不充分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目前是俄乌交战的重点地区 乌克兰政府22号证实 与俄方确认开通五条人道主义走廊 帮助平民离开 当地有看法认为 虽然马里乌波尔在战事当中 几乎整座城市净毁 但是并不意味南部港口城市 都会被俄军战线 而当地的经济学家建议西方 需要调整对俄经济制裁政策 同时为作为农业大国的乌克兰 从经济上输血 做好与俄长期对峙的准备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马里乌波尔当地90%的建筑物已被破坏或彻底摧毁 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 早前前往伦敦访问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承认 乌克兰一些小城市已经在地球表面完全消失 他希望欧洲明白马里乌波尔人是在为整个欧洲而战 在距离马里乌波尔200多公里的 同样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奥德萨 当地居民一直保持备战状态 俄乌战事持续让被称作是欧洲粮仓的乌克兰 早已宣布停止粮食出口 奥德萨作为乌克兰重要的粮食运输港口也已经停摆 当地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对乌克兰没有好处 是的, Western sanc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life of wealthy Russians and the middle class, but will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life of poor Russians who are the majority in Russia this policy is not good for long period of time because Russia will exist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ith the help of China and in Ukraine the situation is just the opposite closed ports and military actions in the big territory have suspended the work of at least 50% of the enterprises of the economy and if the war continues, the country will face a huge economic crisis even despite Western assistanc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Ukrainians even in Odessa where there is no war now are without jobs 部分外媒分析指,马刘布尔战事可能是俄乌战争转向和谈的节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近的讲话中重申 确保乌克兰全境安全是和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提 乌克兰的民间仍然在观望俄乌总统是不是有机会直接对话和平停战 但是俄方一直在强调现阶段这样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近的讲话中也提到 即便是他同普京对话 而双方所签订的任何协议内容都可能需要乌克兰通过修宪来决定 所以他将决定权还是交给乌克兰的人民通过公投的方式来决定 富豪卫视曹杰张顿利国福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早前有大型购物中心遭到俄军袭击 当局证实部分原因是民间社交网红将乌军的活动信息上传互联网 引起俄方注意 并重申民众不得在拍摄此类照片和视频后 尚载到社交网站上传播 乌克兰安全部门21号发布视频披露 被安全部门抓捕的乌克兰网团承认自己拍摄乌军活动信息短视频 并上传到社交网络平台 泄露了乌军装备位置 导致基辅1超大型购物中心被导弹击中 引发大火 几乎烧毁了整个购物中心 并波及周边多处居民住宅 大量民众被迫车离加远 一部分车离到西部安全地区 一部分都进地铁或者防空动力斩 阿ртем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985 года рождения родился в городе Киеве проживаю в городе Киеве по адресу проспекту Рада 45А подскажите, за что было затримано? за то, что выложил видео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м техники 24 числа в ТикТок а что за техника была? в яком районе? техника была в районе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Ретравиль акации были две акации понятно усвязываете, что это делать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до чего это могл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да, я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ознал, переосознал свою ошибку и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у всех, кто кому причинил боль не знаю, как искренне прошло может что-то хотите додать для народа Украины? да, не делайт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нимайте ничего не выкладывайте даже просто я не знаю даже что сказать никто не рекомендую Украину неизвестен 管理法案 要求在战事状态下 民众禁止拍摄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照片和视频 强调 任何不经意发布的互联网信息 都可能泄露军事机密 对战事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 俄乌战士仍在持续 美国方面表示 看到乌克兰军队在部分地区主动进攻的迹象 联合国强调 这场战争导致超过一千万的乌克兰人 被迫逃离家园 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且战争还有可能带来全球的饥饿危机 那么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宾如 去了解更多情况 宾如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 杨子早 谢谢杨子 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在22号下午表示 美国已经看到乌克兰军队 在部分地区主动进攻的迹象 针对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俄方只是在有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核武器 科比表示美国目前没有看到改变自身战略核态式的必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 他表示这场战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饥饿危机 发展中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呼吁各方进行认真的谈判尽快结束冲突 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乌克兰冲突发表讲话 他表示乌克兰冲突发生近一个月局势仍在不断的恶化 并变得难以预测 超过1000万的乌克兰人被迫逃离家园 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他表示这场战争不会有赢家 因此必须从战场走向谈判桌 他呼吁立即展开认真的谈判 尽快结束冲突 古特雷斯警告表示 受冲突影响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全球的食品能源和化肥价格飞涨 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饥饿危机 据联大主席办公室消息 23日联合国大会将继续就乌克兰问题 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法国和墨西哥已经草拟了一份 有关于乌克兰人道局势的草案 将会交由联大进行表决 凤凰卫视陈寅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22号 就巴以问题举行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中方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定居点 持续扩大 深表关切 中方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 并停止驱逐巴勒斯坦的民众 安理会22日就巴以问题举行公开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议上发言表示 中方对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安全形势恶化 深感担忧 4月将会迎来穆斯林和犹太教的重要节日 中方呼吁各方避免挑衅言行 避免煽动暴力 共同维护和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的历史现状 张军表示 中方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定居点 持续扩大 深表关切 中方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 并停止驱逐巴勒斯坦的民众 张军还表示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助力巴勒斯坦缓解财政危机 抗击疫情 中方已经同埃及联合向加沙民众捐助了50万剂新冠疫苗 并向巴勒斯坦境外难民又援助了20万剂疫苗 中国从埃及一道联合向加沙民众援助了50万剂疫苗 中共援助巴勒斯坦境外加沙民众也已分三批交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分别运地约预约预约 下面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首先是纽约时报称东航空难让波音陷入新一轮的危机 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出炉 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是数月的时间 才能够确定飞机坠毁的原因 但是最终结果可能会给波音公司带来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之前波音737 MAX的两次事故之后 波音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几年 2021年的最后三个月 因为梦想科技交付延迟 波音在一个季度就亏损了42亿美元 那中国是波音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去年波音预测到2040年 中国的商用飞机数量将翻一番 届时中国航空公司将需要8700架新的飞机 但是金融分析师就指出 东航科技失事事件会涉及到波音公司的信誉问题 投资界将在一定程度上暂停对波音的投资活动 直到调查信息的公布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CNN今天采访了俄罗斯总统 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拒绝排除俄罗斯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选项 当主持人问佩斯科夫 普京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核能力时 他的回答说是俄罗斯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正在严格按照实现确定的计划和目标进行 但是目前俄罗斯还没有实现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 而美国白宫还有五角大楼当天都对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可能性 表达了高度的关注 但是呢现在都坚持 美国仍然表示说没有计划改变美国的核态势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站的重点新闻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杨子 好也谢谢宾如 带我们了解到了今天美国方面关注的重点资讯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台湾台东县海域今天凌晨1点41分 发生6点6级地震 远至福建都有震感 而花莲县和台东县是传出了零星灾情 相关的更多详情 马上祝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各位 镜图早日好 关于这次的地震都有哪些更多消息呢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杨子 台湾方面首先就要来关注的是 在台东县的海域23号凌晨1点41分 发生6点6级地震 远至福建都有震感 花莲县和台东县传出了零星灾情 部分地区有土石滑落的情况 花莲县的御星桥施工中的桥面断裂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台东县有一名老妇人 被震碎的玻璃刺伤送医治疗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6点6级地震 镇央位于台东县近海 震源深度20千米 大约在两分钟之后 附近的花莲县 再有一次强度达到5.7级的余震 而强震发生 当时剧烈摇晃数十秒 全台都有感 超过四分之三的县市震度 都在三级以上 吓坏不少睡梦中的民众 而台东县部分地区有停电报告 当地消防部门 目前没有接获重大的灾情报告 台湾的报纸焦点 首先要来看联合报的消息 2022智慧城市展台北厂 昨天开幕 但却爆出有外宾确诊 蔡英文政府原本是要让 17人的海外访问团 以专案气泡的模式入境 不用在机场裁剪 不过台北市政府派人到 外宾所入住的酒店裁剪 发现有一名外宾确诊 因此质疑蔡政府的防疫有疏失 再来看中国时报 台湾目前的兵役制度 采用的是征募并行制 义务役只要服四个月的疫期 但是训练成效受到了质疑 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76%的民众认为 疫期应该要延长到一年 采访重点就要来关注的是 台湾军方首长邱国正 今天到立法院发表 年度的业务报告 除了要说明 因应台海情势的作为 也将报告军事投资项目 另外有上千名的 台湾铁路管理局工会的成员 今天要上街游行 抗议蔡政府将台铁局公司化 可能因此会间接土利财团 那么相关消息 台北站都会精准掌握 接下来时间交还给杨子 好 也谢谢净途 但我们了解到了 今天台湾方面 关注的重点资讯 我们也会在各节新闻 为大家持续关注 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香港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 暂缓推行全民检测计划 在北京 国家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 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就表示 不做全民核酸检测 不意味着香港躺平 而是依据疫情的态势变化 透过优先科学的原则 完善修订和优化相应措施 两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记者会上说 全民核酸检测涉及时机和条件问题 最有效的时间是在疫情的早期 进行大面积检测 识别和控制所有传染源 另一个时机就是在疫情后期 当确诊病例降到一定水平以后 开展检测来达到社会上动态清零的目标 两万年认为 香港疫情正在高位运行 从确定优先和重点任务而言 仍然是以减少重症 死亡和感染 以及老年人的优先保护为重中之重 如何在这个时期集中资源降低死亡 以最大的限度保护生命 是当前最优先的工作 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就要考虑相应条件是否足够具备 还有一个问题 它的相应的条件 是否足够的具备 比如检测以后 它是需要相应的 对感染者 包括对密切接触者的一种追踪体系 包括隔离观测的这种 相应的空间和人力资源 等等等等 那么综合判断了 它全员检视的时机和条件 我想香港特区政府 做出章不进行全民检视 它是循证的 是基于疫情防控的确定优先的要求 而做出的决定 两万年又表示 不做全民核酸检测 并不意味着香港的疫情防控就是躺平 而是依据疫情的态势变化 通过优先科学的原则 完善修订和优化相应的措施 香港实际上也在进一步扩充检测能力 包括设立流动检测点和使用抗原检测技术 相信这些措施对香港的疫情防控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做全民的核酸检测 并不意味着香港现在疫情防控就是躺平 它实际上一直在围绕着 三姐三众一优先四级中 这些战略部署 在和疫情在做斗争 并且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所以不能认为它不做全民检测 它就放松了疫情的防控 从检测策略上 它除了核酸检测以外 也使用了抗原检测这个技术 让老百姓在家就可以自我的检测 并且通过相应的报告系统 以便能够更早地发现可能的感染者 并且加以管理 我想这些措施加起来 在当前来说 对香港的疫情防控 是有重要意义的 凤红卫视中部报道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22号的零点 香港新增14152宗确诊个案 已经连续第四天少于2万宗 第五波疫情至今 香港累计确诊个案 已经超过106万3千宗 而香港80岁或以上长者 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不足六成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2号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差不多所有科学数据都显示 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预防死亡 对于目前因为家人反对 而仍未接种疫苗的院设长者 当局会主动联系其家人 并且做详细解释 凤凰卫视记者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近日接受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都说 对于一成 因为家人反对未接种疫苗的长者 就会安排医疗团队 去找他们家人 再谈一下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想问一下当局知不知道 这个工作会由哪一个部门负责呢 还有会何时开始呢 差不多是所有的科学数据 都证实了接种疫苗 是有效预防死亡 还有严重频发症 尤其是在长者 因为长者他们本身 如果感染了的风险是很高的 而坊间可能都有一些谋误 以为患了某一些慢性病 就不可以接种疫苗 所以政府都希望了解一下 为什么有一些家属 他不愿意给他的亲人去接种 不同意的亲人接种 那这些我相信都是有医护人员 来评估过他们是合适接种的 所以可能需要再跟家属 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 香港第五波疫情之后 香港在中央的协调下 及时采购大批医疗物资 同时也获得中央所捐赠的 六十多万盒忠诚药 这些忠诚药是否已经发放完毕 他们到底汇集了哪些市民 而又通过怎样的管道 走到这些市民的家中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 港府抗疫物资分发系列报道 从2月20号起 中央分批次累计向香港捐赠 60万克抗疫忠诚药 通筹医疗物资的香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在3月20号表示 过去一个月 这些忠诚药绝大部分 已经分发完毕 包括透过15级卫生局 派发给需要接受 围风抢检的居民 透过医管局 派发给在隔离设施的确诊患者 以及在18间中医诊所 接受治疗的人士 还有17万盒忠诚药 则透过民政事务总署 再经过热心社团 发放给社区居民 而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这个社团 则负责发放其中的12万盒 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的仓库 他们仓库呢 将会从物流署的仓库当中 接收中央远港物资 那么在过去的两周当中呢 这里一共有12万盒的中程药 走向了社区 发放给了普通的民众 在采访中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秘书长徐海山向记者表示 12万盒中程药 都已经在过去十几天内 发放完毕 5万盒发放给了安老院舍 而另外的7万盒 则发放给了18区基层市民 为了考虑到速度和公平 有一些透过网上预约的方式 而另外一些则留给了 不善于使用网络的基层市民 莲花清温呢 我们一共拿了7万的 给了我们 那我们5万呢 就透过网上那个呢 就做登记 就派了出去 还有少少呢 我们也都给回四区 因为我们第一线的仪工 还有我们的各方面那些 还有他们有上楼去派物资呢 也都配过莲花清温下去的 那所以呢 我们有2万呢 就用这个用途呢 就给了他需要的人 我们也都有部分 我们是给了清洁工 给了管理员 因为他们在大厦一线 5万盒中生药 一个小时左右 就在网上登记完毕了 而义工队 在接下来药品的包装运输 到最后点对点的 像这些 2万5千户 预约家庭 派送的整个过程 则花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 这已经是他们最快的速度了 记者在基层采访中 很多义工和社团表示 义工的招募和参与 在疫情之下是很大的挑战 基层义工 害怕在工作当中受感染 而谁为这些感染者负责 也是一个问题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他们专门为染疫的义工 设立了抗疫基金 消除他们的担忧 在物资发放过程当中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不止及时分发了 中央所捐赠的忠诚药 而且充分发动了 全港18区义工同心抗疫 也为接下来参与香港特区政府 向全民派发抗疫物资包 做好了义工和系统的准备 中央捐赠的60万盒忠诚药 绝大部分已经发放完毕了 有基层工作者向记者表示 市民虽然领取到了忠诚药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这些忠诚药 有自己的顾虑 接下来如何去引导市民 有效地认识和使用这些药物 用好中央的捐赠 也是港府需要着力的方向 纵华卫视王峰香港报道 再来一起看一下今天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日前宣布 由4月1号起取消9个国家禁飞令 并且放宽入境要求 国泰航空发言人就称 因应香港特区政府 现行的14天航班熔断机制 为了避免旅客应突如其来的情况 需要另行安排紧衣酒店 或是其他行程细节 国泰只能就每航线每14天 才安排一般航班 有立法会旅游界的议员就表示 航空公司在决定航班数量的时候 需要考虑熔断机制的具体情况 否则在重开之后 右舟停将会严重影响航空公司的运作 因此要求政府合理的检视相关机制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商业电台的一则消息 中国香港羽毛球好手伍家朗 因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退出瑞士公开赛 伍家朗昨晚是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 暂时症状都比较轻微 目前正在酒店房隔离 康复之后会飞回香港 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而刚刚参加完全英赛的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也由于部分的队员去诊 中国羽毛球协会决定 中国队退出瑞士公开赛 羽协表示 是处于保护运动员身体做出决定 世界羽连证实 多个协会的多名球员 在抵达瑞士之前和之后的检测 是呈阳性 被迫退出这次赛事 再来关注美股 华尔街股市周二是全线收高 科技股领涨 纳指涨近2% 美国债息持续上升 银行股给大市市增添了动力 道琼斯工业指数 收保34807点 涨254点 涨幅为0.74% 纳斯达克指数 收报14108点 涨270点 涨幅为1.95% 标普500指数 收报4511点 涨50点 涨幅为1.13%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平安健康 再会 遍 遍 空100点 遍 幻い 幻い 提供